至于在高雄市这里的施打状况又是如何呢 87岁以上的长者施打疫苗 预计是三天之内要打完三万多人 但是第一天大型接种站巨蛋这里的动线很混乱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引发了群聚疑虑 昨天市长陈其迈也在现场进入了解 那今天进入第二天了到底有没有改善 我们看接种站的长者其实人还是蛮多的 但是为了协助大家可以顺利来打 除了投入了卫生单位人力还加入警方帮忙 只不过上午突然下起大雨 大家有点措手不及 但还好最后还算顺利 突如其来的庞陀大雨 眼见不少长辈就卡在入口处 进退不得 好几名原警同时打起雨伞迈不走去 独自前来的长辈忘了带伞 好在警方温馨接送 沿城中校国小这边上午来打疫苗的有三分之一 都是行动不便的长辈 稍有不慎都不行 警方嫌不得医护也得随时注意现场情况 拉开椅子保持动线的顺畅和安全 每天要有两百五十八位至三百位左右的警力来出勤 很快 以前打疫苗都有诊所去 现在还这样子 而且医生他这样子直接过来跟长辈老师打仗很好 再来到台南 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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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轮椅卡住动弹不得 两名原警立刻上前帮忙实力 只怕长辈淋雨感冒 顾不得自己一半身子都在散源外 诊所这儿空间较小得随时提醒保持社交距离 高龄长辈打疫苗第二天 各接种站都规划紧力投入帮忙 希望让疫苗的接种更加顺利 华市新闻绍星刘涵山秋显雄 台南高雄报道